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招胜出 西瓜卖价达到别人的五倍多 没有人比你卖得更好了 大家都很项目了 对 有修炼项目了 他是西瓜销售行业的新人 却能超越前辈 把西瓜一个就卖到一百多元 这个特别傻 满意度特别好 他们日备都会想吃一个西瓜特别值 沙漠岩捡地变成希望的田野 让我们走进新疆 一起见证丰收奇迹 讲述奋斗故事 见证丰收奇迹 欢迎收看丰收奇迹系列节目 虽然已经历秋 但是很多地方仍然炎热 这个世界最受欢迎的清凉水果 那必须得是西瓜了 您瞧 面前两个大西瓜 那真是诱人 咱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叫各大皮薄 咱们尝一口 一口下去 汁水 丰富 甘甜 您问 他们来自哪 告诉您 他们来自 两千多公里之外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是我国研制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 当地也一直在做着改良盐碱地发展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而我们今天节目的西瓜 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34团种出来 最贵的一个能够卖到一百多元 每亩西瓜的纯利润最高能够达到五千元 上千户的种植户通过种西瓜实现了增收 咱们一块去看看 听 这是丰收的声音 除了拍瓜声 切瓜声 吃瓜声 可能还有您知道西瓜价格后的惊叹声 这里最贵的西瓜一个就能卖到一百多元 今天大伙就要比赛找瓜 可以随便找瓜 找个大的熟的瓜 谁摘的个大谁带走 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进地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慢点 别让人 吃瓜子 吃瓜子也是吧 有人早早就锁定目标 有人一见钟情 抱我弄他爸爸 也有人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 记住他 这个大概有16公斤 我们俩一块摘的 还有这个小朋友摘的 来 你抱着吧 吃瓜比赛是吃货中强者的游戏 吃得最快的人奖利一个大西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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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河南三千多公里 来到这吃这个下野地的西瓜 嘎嘎甜的好吃 冰淇淋西瓜 让大伙吃得这么过瘾的西瓜 是新疆生产介绍兵团 第八师134团种出的下野地西瓜 这种西瓜因地名而得名 有六十多年的种植历史 远近闻名 这种西瓜有啥特点呢 一掰就开 您就说这西瓜有多脆吧 好大呀这个 这个有多少斤 这个可能15公斤左右 这个134团地处 沙漠的栏源 这就是沙包是吗 对对对 那边就都是沙漠的意思 对对对 这个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 成熟了我们下来的西瓜 打开尝一尝啊 听着声音就很脆啊 很脆啊 哦 这么多的汁 里面亮晶晶的吗 各大味甜 蓝沙 蓝沙 然后质多 咱们可以尝尝 尝尝好 甜不甜 看 非常地甜吧 真甜啊 这比那白糖都甜啊 嗯 对 好吃也好卖 最贵的西瓜 一个能卖到100多元 夏野地西瓜声名远播 今年种植面积达到3000多亩 每亩销售额超过1万元 给1000多瓜农带去了财富 也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宝贝 因此大伙争先恐后 想给夏野地西瓜代言 我们今天的活动呢 是要在我们的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呢 选出西瓜哥 西瓜姐 和我们的西瓜宝贝 我为夏野地西瓜代言 夏野地西瓜原生态 夏野地西瓜我的最爱 就是这么脆 就是这么杀 比情人还甜 我在夏野地西连等你 我为夏野地西瓜代言 我们夏野地西瓜 是的 味道 吃了我们夏野地的西瓜 我漂亮不漂亮 我也不知道 漂亮 那就像我一样漂亮吧 为了能当上代言人 有人变着花样夸西瓜 有人干脆跳起了舞 夏野地西瓜丰收了 我们为西瓜代言 您可能想不到 这些创造甜蜜财富的西瓜地 以前曾经是这样的沙漠岩碱地 沙漠接出甜蜜瓜 荒凉的岩碱地变成了希望的田野 当地人靠西瓜书写了丰收奇迹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 一起接受丰收奇迹 今年的丰收季 西瓜地里有件新鲜事 一位33岁的小伙 成为最大赢家 他种西瓜赚得最多 这位小伙就是郭璇 大家都夸郭璇 郭璇还有点不好意思 他的西瓜是1.6元一公斤卖出去的 卖价是别人的五倍多 这让很多种植户十分羡慕 郭璇为啥这么有能耐 他赚钱的绝招有哪些呢 这还要从他种西瓜第一年的故事说起 郭璇20岁就给父亲帮忙种西瓜 2013年是他独自挑大梁种瓜的第一年 虽然种出的西瓜又大又甜 但是一公斤一脚钱他都卖不掉 有一天一筹莫展的郭璇 却意外地收到了一笔5000元的定金 原来是远在郑州的客户 看到了郭璇通过视频网站 发的几条关于西瓜的视频 就交了定金 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新疆 拉走了两吨西瓜 这是下野地西瓜第一次大量卖到外地 这件事让郭璇毛色顿开 如果能让西瓜走出去 还是有市场 而且品质越高 卖得越贵 我就想着这个西瓜一定要把这个品质种好 要求就是刮皮毛好看 然后个头匀秤 然后有亮度 卷进去 这口感可以 接下来郭璇想出了三个绝招 把西瓜卖出了好价 为了生产更高品质的西瓜 郭璇决定找到更好的地去种 郭璇的父亲郭宝安有一个绝活 那就是找地 奇怪的是 他选来选去 最后放弃凉田 找到了沙漠边上 曾经是盐检地的地方 你不能说这每一块地 都特别适合你种 有的地它不适合你种 这怎么开 那我还搞不懂 但这个我从来也没超过新印象 郭璇父亲选的地 到底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 新疆是我国 盐字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 像这样的沙漠盐检地 可以随处可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134团为了唤醒沉睡的盐检地 想了很多办法 要改造盐检地 就要大量用水灌溉 把盐从土壤中冲淋到排盐渠 然后再施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 大约要花五年左右的时间改造 就能把生地养成熟地 可以正常种植农作物了 这个盐检治理 这是一个长期 逐步长期的过程 咱们通过浇水 把这个水分和盐检都渗透到 咱们这个耕作层50公分以下 降低我们大田土壤的盐检程度 几十年时间 新疆生产介绍兵团第八师 134团改造了12万多亩的盐检地 再承包给农户种西瓜 郭玄的父亲郭保安选的地 就是盐检地改造过来的 这样的沙地疏松透气 种出的西瓜更沙更甜 不光如此 还有一个选地的窍门 这种四周被沙包围着的地 风沙小 蓄水多 种出的瓜品质更好 选地换地是第一招 孤选很清楚 这还不够 除了地好 要想种出品质出众的西瓜 还得有种植的好招法 这样简陋的瓜棚 郭玄和父亲一年中 要待上两个多月 可这么辛苦 以前种出的西瓜 却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郭玄一连开了十个西瓜 只有一个算是熟了 但也因为大小不符合规格 不能当作商品瓜销售 这个熟了 这个太好了 那个完全还白着 对 像这个最甜的一块 这些瓜也不会再长熟了 没用了吗 就七型了嘛 这样长一个样子 你不管它 也会有几个 三个 四个都有 两个也有可能 精心管理 不可能让它长得七到八百的 要不然我们就 卖完了好价格 以前种瓜质量不高 郭玄想解决难题 他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 不求量大 种瓜的时候 一颗瓜央上只留一个瓜 把全部的营养集中输送 接出一个甜蜜的西瓜 这样的方法 能保证种出来的西瓜 在十六斤左右 因为郭玄发现 这么大的西瓜 是最好卖的 父子俩合作默契 但是种瓜时的和谐 在卖瓜的时候 就烟消云散了 每年一到卖瓜的时候 父子俩就会闹别扭 一见不同就卖瓜 我们俩一见不同 有的时候 我想价格低不卖 他也愿意卖 他说哈巴掉价 但是我呢 就喜欢多 我说长两毛 又多卖了 一千到八百 这是我们俩的问题点 走卖 走卖价格好一点 你完卖 你像现在完卖不行 瓜会输入你 等走不出去 就回头回来了 西瓜的价格 起起伏伏 让人琢磨不透 2020年的夏天 瓜地里郁郁葱葱 郭玄憧憬西瓜 能卖个最高价 而一个意外 让郭玄不顾价格 把瓜都卖了 在棒房过棒嘛 那天车多 然后我说 你要把人到那边看 装西瓜吧 我爸说好 起摩托车就去了 刚到那天下了小雨 撞了 西瓜快要成熟的季节 父子俩24小时昼夜守护 父亲在几块西瓜地之间奔波 骑摩托车 一不小心出了车祸 郭玄心疼极了 为了让父亲放心 郭玄第一次 早早地把西瓜都卖了 不管多少钱卖掉吧 卖掉就我父亲心里 他心里最近妈也没事了嘛 就在家也不用着急 我卖完了你还着急下来 卖完之后 没三天 他就一度涨 西瓜虽然卖便宜了 但郭玄没后悔 他紧接着干了一件事 这件事让他摸索到了 把西瓜卖出好价钱的诀窍 今年7月 郭玄的西瓜一开圆 甘肃的客商就提出 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定瓜 郭玄只琢磨了三个小时 就把西瓜全部定了出去 就是这个决定 让郭玄一亩地净赚5000元 郭玄敢这么干 跟他之前摸到的卖瓜诀窍有关 原来他干的事就是 细心记录每一年 丰收季西瓜的价格走势 同时与各地的西瓜经销商 和瓜农联络 打听种植量和市场情况 如果种植量大 行情低迷就早卖 如果种植量少 行情走高就晚卖 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该出手时就出手 郭玄的西瓜 那是地头批发价 一个也就十多元钱 您要问了 又是谁把当地西瓜 卖到了一百多元一个的呢 那可是一位西瓜销售的高手 一起来认识一下 可以 特别甜 满意 满意 小时候吃西瓜来 一次只能让一个败个 偷个窝把馅头一泡 特别好吃 吃瓜经验丰富 卖瓜却是个新人 入行时间虽短 但今年他干的一件事 让大伙都刮目相看 他订了一个一栋多吧 那卖的是什么价格 那个价格一个西瓜都 一百一十九 七公斤 这么贵 那他的要求是什么 他的要求就是 那个西瓜要新鲜 就是当天能到 靠近这边点来 好 说一下 2023年6月的一天 赵广义在网上看到 有位上海的客户 想要订瓜 但是下野地西瓜 要运到那里 得经历四千多公里的 长途运输 当地还从来没有人试过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下野地西瓜的特点 脆 其实为了把西瓜 运到更远的地方 当地人也曾尝试 种植新品种 比如这种西瓜 大家都叫它石头瓜 屁硬 它厚倒是也不厚了 疏厚了 耐吞 它摔不坏是吗 反正离这一个人 它不会烂 没事 你再猜一下我们看看 再猜也没事 它都这样 也没事 它不会烂 不会烂 这个没事 这个给 你猜等都没事 有点反败 石头瓜虽然结实耐运输 但是口感不是最佳的 把正宗优质的 下野地西瓜卖出去 赵广义太想做这笔买卖了 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天天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个星期后 赵广义给西瓜 琢磨出了特别的包装 这笔买卖 这样是吗 那笔买卖 里边吹呀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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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都没事吗 没事 哎呀 里边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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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还不坏吗 不会 打开 这样 打开 下る 各大 这是够结实的 其实它皮是很薄的 然后它其实非常容易练 赵广义专门请人设计的这种包装 一共三层 价格也不便宜 一套要16元 第一层 清楚吗 第二层 泡沫 按照这个瓜的形状 特原型的 第三层 纸烧的 除了这华丽的包装 赵广义还有一个大胆的点子 让西瓜坐飞机 空运西瓜 这更是当地从未有过的 让客户都惊讶的是 早上九点还在地里的下野地西瓜 晚上九点就完好无损地 出现在了四千多公里外的上海市场 西瓜到了上海 进了大超市 定位高端消费市场 一个西瓜就卖到一百一十九元 一皮瓜 赵广义就赚了两千多元 听到了有人能把西瓜卖到了上海 有一个人找到了赵广义 姚树林一直在广东做水果销售生意 他经营着三十二家社区连锁店 他想从赵广义手里进下野地西瓜 再把西瓜卖到广东 但是运输是困扰他的最大难题 我对这个西瓜 我是心中逗中 现在所有到这个做西瓜的 全国做西瓜的都知道 这个安农瓜是运不出江的 如果用赵广义设计的盒子做包装 成本太高了 社区店定位是终端消费市场 肯定不好卖 试了很多方法后 姚树林自己想了一种新办法 这个瓜不货的原因 就是有这个棉保护的 如果没这个棉呢 这个瓜很脆的 我第一次建这个 用蓝丝棉这个包装西瓜 运输西瓜的 是这个西瓜来运送到广东 成真少品 这种一圆两脚一个的网 帮了姚树林大忙 第一车四千个西瓜运到广州 只破损了九个 每个西瓜都要这样拍打几下 每个瓜都要过一个手 拍一拍 听听声音 它声音脆不脆 赵广义和姚树林联手 陆续打开了许多地方的市场 西瓜卖得翘 农户种瓜也更有干劲了 种瓜得瓜 有了汗水和智慧的浇灌 下野地西瓜更甜了 农户的钱袋子更古了 对于心情耕耘的人们来说 丰收可不只是收获了财富 而是品尝到了苦尽甘来的甜蜜滋味 丰收是我种的瓜又大又甜 开着自己的车出去旅旅游 然后带着儿子出去见见外面的风景 让你喜满意足 让你心情愉快 我丰收了 新疆生产介绍兵团第八师134团的西瓜产业从业者们 坚持不懈对严谨地进行治理 把曾经荒凉的沙漠改造成了充满着希望的田野 而又通过创新种植多渠道发力营销 让西瓜获得了丰收 也让种植户们增加了收益 过上了比这大西瓜还要甜蜜的幸福生活 好了 各位 丰收奇迹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